大家好,在我手上捧着的是我今天准备的早餐 是不是很丰富啊 配上这一个甜菜跟的燕麦奶 我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又饱足的早餐了 圣经在耶利米苏15章16节也告诉我们 上帝的话语其实也就好像食物一般 让我们吃了能够开心,能够欢喜快乐 并且也带给我们属灵的健康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 每一天既然我们都要吃早餐才能够得到力量 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更加需要上帝的赐福 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花时间 研读上帝的话语 使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我们路上的光 成为我们每一天应该拥有的粮食 使我们属灵健康 上帝赐福 而为我们的灵健康